朋友们 北京车展我最期待的一款 这个行政级的纯电家轿 今天呢 已经开始预售了 就是我身后的这台未来的ET7 其实ET7大家都已经挺熟悉了 那这台车呢 是2024款的一个改款的车型 那对于改款车型 大家觉得可能现在很多的品牌 它都不愿意再大动干戈的去做一些改动 但是在ET7身上呢 其实还是可以看见非常多的细节 有一些变化 包括配置啊 还有包括价格 价格我们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啊 现在是开启了一个预售的阶段 我们之前呢 在网络上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很多关于它产品的一些露出 那今天我们再来深度的体验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 那改变呢 首先是加了一个月灰银的这个配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低调内敛 它有点像这个奥迪的天云灰那个配色 是很低调 然后又很高级的一个配色 另外呢 就是它的轮毂 是增加了一个21英寸的这个十幅的轮毂 整个轮毂的质感很高级 它是用了一个纯银的这种镀银饰条来进行一个装饰点缀 所以行政感也会增强很多 显得很高级 我们继续往后看在外观上的改动除了这两点以外呢 就是它的车尾 在车尾呢 是用了全新的未来的一个logo ETC logo 整个外观的改动大概就是这些 那除了外观上的这些细节的变化以外呢 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它的整个空间 尤其是二排的一些配置 我们一会儿到车内感受一下 OK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坐到了车内 车内的前排 其实我们坐进车内就是有第一时间的这个感受 就是它整个内饰更加的有质感了 那新增的这个配色叫做帕尼尔棕 然后它跟我们常规见到的一些棕色的拼皮的内饰还不太一样 它是那种比较倾向于原生木材的那种质感 包括它还有一些这些木制的装饰板 让整个车内的这种高级的质感行政的质感凸显得更加明显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前排新升级的这个车机芯片是8295P的这个车轨级芯片 整体的流畅度会相较于之前的815更加的丝滑流畅了 包括它车机配置的一些功能也更加全面了 整个的流畅度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它的座椅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因为大家都知道ET7它其实是定位于一个C级的行政级家教 它对标的是BBA的五六亿 所以它的整个的行政质感呢会更加强一点 那这个座椅目前的升级呢还是挺丰富的哦 它跟ET9呢可以说是同源的 然后也是采用了一个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座椅 而且它的座椅可以支持18项的电动调节 包括像头枕啊 像这个前面的腿托啊 都是可以进行全面的电动调节 2024款的ET7呢 它的HUD也进行了一个全面升级 它的尺寸呢是变成了16.3英寸 那它的整个的视野范围呢会更加的清晰 包括它显示屏的这个清晰度和分辨率也会更高一些 我终于坐上了雷总刚刚坐的位置啊 就是ET7的后排 我觉得雷总坐这个位置非常合适 因为ET7就是给这种商务人士来进行舒适享受的一个配置吧 因为新升级的ET7它有很多的配置 是非常能够打动需要行政级轿车的这些人的 比如说刚到车内我们就能看到这两块独立的大屏 那这两块屏呢是14.5英寸的 然后它是一个3K的屏幕 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不管你的前排座椅怎么去移动 它的这个PAD呢都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旋转 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个阻迷的设定 所以就是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想开一个视频会议或者是看一些产品资料 那它是完全不会有感觉一些眩晕啊或者是抖动的状态的 这个是屏幕的一些亮点 那最值得关注的呢还是它的整个后排的座椅 后排的座椅首先有一个一键小区的模式 就是你如果在长途的驾驶过程当中啊 或者是想要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想休息一下 那后排可以进入一个一键小区模式 那它的前排座椅就会往前移动 给你腾出更多的空间来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座椅可以进行14项的电动调节 包括你的前后啊还有靠背啊 靠背角度也是进行一个可以进行一个抚养的调节 还有这个整个头枕的这个调节 另外呢就是它是有一个热食按摩功能的 所以整个舒适性上面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后排座椅 它是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座椅 两边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调节 互不干扰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需求 中间呢它这个位置是设置了两个无线充电的地方 那如果是两个老板 都在这里谈事情是吧 手机就放在这里充电也不干扰 大家还可以愉快的聊事情 还有一点呢就是ET7的后排 它有一个无障碍的进入 就是你在下车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把这个座椅调节到一个更加合适的位置 然后让你更加方便的上下车 所以说了这么多ET7的亮点 你觉得它对达五六亿OK吗 虽然外观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通过车内的一些细节 包括二排的一些舒适配置 可以看得出来蔚来ET7在这次的改款上面呢 是下了功夫的 而且我觉得在之后我们选择行政家教的时候 就不再是五六亿了 可能是五六七亿